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李大祥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遥 没有人可以逃过我的剑决 哈啰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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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希望我的频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B、Discord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叫做李逍遥 而李逍遥登場於1995年出品的仙劍奇俠傳鬥士版當中 2001年又在登場於新仙劍奇俠傳 2003年李逍遥以鼠三派掌門人的身份登場於仙劍奇俠傳2 而後於仙劍奇俠傳5以及仙劍奇俠傳5前傳都還有登場 如果觀眾沒有玩過仙劍奇俠傳1的人 可以去史丁上購買玩過一次 你就知道仙劍迷人的地方 好 那李逍遥的天賦呢 在兩個三星的時候 兩個內存在有方的時候 物攻會提高8% 那回合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自身氣血大於88 可以獲得最先萬願步的狀態 持續一回合 那最先萬願步呢 它的效果就是移動力加1 而且可以跨越障礙 並且主動 主動普通攻擊 可以觸發連擊造成0.3倍的傷害 那如果在六星的情況之下 是三格內的友方 存在友方物攻提高15% 那後面的氣血大於80%一樣 可以獲得最先萬願步的狀態 也就是說 要觸發最先萬願步的狀態 最好是 讓李逍遥每一回合的氣血 都要大於80% 這樣是最好的 那 再來就是它的最先萬願步 可以增加移動力1 那李逍遥的腿 不會不至於太短 這是它的好處 加上它還有連擊的功能 那在六星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連擊可以造成0.4倍的傷害 基本上李逍遥的話 我頂多會升到五星 就差不多了 我自己會直接升到五星 當然還是看各位 如果各位想要拿李逍遥去打PVP的話 那沒有疑問的是六星 那六星的話是物攻可以提高15% 那就是從五星的12%到15% 那主要是這個連擊傷害是從0.3到0.4 但是它基本上這個提升的幅度傷害並不多 所以就看各位需不需要把它衝到六星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你有打PVP的人 又很喜歡李逍遥 那你就是六星 沒得講就是六星 OK 李逍遥的技能的部分 那 預見術 它預見術可以攻擊3個敵人 是1.4倍的傷害 那它好處是什麼呢 對戰之後呢 可以幫三格範圍內的氣血 最低的一名友方 恢復氣血 那 基本上我非常喜歡用這一招 因為它恢復量是 施速者物攻的0.7倍 其實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所以這個通常可以在 如果補師 來不及補 或者是剛好 離補師很遠的話 可以弄以下放運劍術 幫忙隊友補血 這一招是很好用的一招 好 再來是飛龍探雲手 那飛龍探雲手是被動 它是主動攻擊 在對戰之前 是偷人家的友誼狀態 是偷人家的喔 偷人家的 也就是說偷完之後 敵方是沒有的 然後把敵方的友誼狀態變到你身上 這一次在 這個飛龍探雲手 就很還原在 單機版裡面的 飛龍探雲手 因為飛龍探雲手本來是偷東西用的 然後它在這個手遊裡面 是偷人家的buff 很有趣 然後再來更有趣的 就是玉劍飛刺 那玉劍飛刺呢 主要是 玉劍 玉劍向前穿刺 並且攻擊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是 它的範圍是直線四格 那它的傷害很低啦 才0.4倍 那它在玉劍開始的位置呢 其實點 周圍一圈的兩名友方 可以落在自身 自身落在絕學射程 最遠可到達的格子 格子上 然後在附近放下他們 那這招呢 其實不是用來打人的 這招就是單純 就是載人家齁 開車載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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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去抵達目的地齁 就是像你要撿把物啊 或者是幾回合 要把BOSS打死啊 可以用這一招 把隊友全部載過去 這個是一個 很好用的技能 但是基本上 就看你要怎麼用 對 要看你怎麼用 好 在李逍遙是有一個陣法的齁 在罪夢紅塵陣 罪夢紅塵陣呢 是戰陣李逍遙 咒師 御風齁 各一名 可以激活戰陣 那 它後面的 差別是 自身沒有 有一個 有一個狀態 傷害可以提高5% 那 最高 最多是15% 那這個其實 算是好觸發 你只要帶 帶 比如說 木輪真 然後或者是一些 可以幫忙 上神類的角色 像 那個 雲香 呃 新出的角色雲香 然後 或者是 李逍遙自己的天劍 好 那天劍是幹嘛的呢 在這邊 天劍呢 範圍內 直線4成3格 可以造成0.5倍的傷害 那 放完之後呢 可以對友方 兩格內的友方 施加集一1的狀態 那集一1就傷害加10% OK 好再來 最後一招 劍神 劍神 攻擊當個敵人 造成1.7倍的傷害 對戰前 可以讓自身4個有害狀態 變為 隨機的友誼狀態 那 打完之後呢 可以恢復自身氣血 施速者物攻的1.5倍 基本上呢 這招放完之後 你的 李逍遙是滿血的 基本上都是滿血的 那這一個是要氣力技的 那 基本上這個東西 在打暗狀的時候呢 算是好用的 因為暗狀 會 或是暗尼脈 你會身上很多的debuff 那這時候放劍神 就會全部消掉 變友誼狀態 但是 因為他主要也是要累積氣力 所以還是要看狀況 所以李逍遙就變成說 如果你要帶 單點技能的話 就全帶單點技能 如果要拿李逍遙 就是放 神瑞的話 那你就是 李逍遙要帶就是 大部分就是放 這個加buff的技能 好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天干戰慶 他就是一個 對友方施加三個內 友方施加神瑞狀態 失去兩回殼 而且 他是被動 而且他還要花費兩個 一個內力 主動攻擊之後 就會觸發 好 你看喔 假設你的李逍遙 帶有天罡仗氣 被動 主動攻擊包含技能 這個時候你放天劍 天劍就是主動攻擊 你主動攻擊完之後 天劍的 會施加幾一一的狀態 幾一一 傷害加10% 這時候觸發被動 物攻 法攻加20% 上神瑞狀態 這個 就是 李逍遙的buff 製造機 我覺得這個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那 基本上 要怎麼點 很簡單 如果 你是缺淋浴石的人 你可以先把下路的第一招 天罡戰器 點出來 之後呢 全部走上路 全部走上路 因為畢竟上路呢 他主要是加氣血跟會心 那下路大部分 下路就是加物防跟法防 那李逍遙的下路第一招技能 天罡戰器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這招絕對是必點了 絕對是必點 那 之後 全部走上路 那再來呢 如果 你很喜歡 李逍遙上場的話 那 吹角可以考慮一點 吹角可以考慮一點 好 吹 吹角的 就是被動技能嘛 大家都很熟悉了 自身氣血高於90% 物攻物防提高10% 那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打CVP的玩家 你就是全部點滿 就是全部點滿 沒話講 那如果 你像我一樣 你只打PVE 只打劇情的人 那 靈運時你就多花兩顆 多花兩顆 把天罡戰器 點到滿 欸 天罡戰器先點到 後面全部走上路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那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你可以配天罡戰器 天罡戰器加天劍 然後再加 飛龍探雲手 然後飛龍探雲手 也可以換成吹角 那 為什麼這樣搭配呢 因為剛剛有說過嘛 天罡戰器是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 那他假如主動攻擊 可以施加神瑞 然後這時候 你看喔 如果你放天劍之後 放天劍 天劍造成傷害 施加G11 會觸發天罡戰器加神瑞 然後我們點下一個影片讓大家看齁 好 再來 搭一個被動技能 這個飛龍探雲手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技能搭配 好 這邊 操作一下 李下游帶天罡戰器 然後 施放御劍飛刺 就會直接觸發 天罡的這個 被動 好 天罡戰器 施加狀態 BUFF狀態 BUFF狀態 神瑞 那 像這個方式 是一個 BUFF製造機的方式 就是在某些關卡 是可以發揮一些奇效的齁 好 那第二個呢 是 單點技能 單點技能 玉劍術 然後 劍神 再加 這個 吹角 是 飛龍探雲手 那 基本上如果 你是走上路的人 那就是放天龍探雲手 飛龍探雲手 對不起 就這樣子 那 這個就是 單點的搭配 那 你如果用這個搭配 是打PVP的話 就是 可以秒殺 這個 劍血或暗屬性 陰影之類的 對 能不能秒殺也還不確定 好 再來 第三個 是 預劍術 然後 預劍飛翅 再一個是 飛龍探雲手 或是 吹角 因為 這種搭配比較偏向 就是 衝到 趕快衝到BOSS前面 或是去撿把物用的齁 把隊友 載過去這樣子 那 我覺得 預劍飛翅真的 在打一些 十字器的關卡 是非常好用的技能齁 所以 李逍遙 拜託各位齁 李逍遙真的是可以練 尤其在打羅侯這種 敵人的時候 因為後面的暗屬性敵人真的很多 然後 你剛好一隻光屬性的英靈 而且 戰力還不錯 又有陣法 那 我是非常推薦李逍遙可以練的齁 絕對是可以練 練起來 你絕對不會後悔 好不好 好再來是 李逍遙魂石的部分齁 魂石 我只退一個 就是羅鬼 羅鬼三枚 傷害提升10% 主動攻擊 對當中 免傷提升10% 因為 李逍遙的氣血其實沒有到很多 那 加上他 要自己補血的話 也就御劍術這一招 可以幫忙自己補血 他不像陰劍瓶 所以陰劍瓶 我自己是帶荒澤 不會讓陰劍瓶帶羅鬼 那有人說 那李逍遙去帶 投籃可不可以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自己不會這樣帶 為什麼 因為 李逍遙的天賦就有最先萬月步了 那最先萬月步呢 他的被動 他的狀態技能呢 就是移動1加1的 基本上 不用太擔心李逍遙的移動力 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 你當然是看狀況嘛 如果你關卡想要 讓李逍遙快一點 快一點 那你就帶頭狼 就是看關卡而決定 那 通常一般通用型的 你就是帶羅鬼 練羅鬼就對了 給李逍遙帶羅鬼 那視頻的部分呢 頭部就是 推薦這個 冰殘串珠煙 那 物攻加10% 然後主攻攻擊 對戰前4加蜂脈 那蜂脈 那蜂脈 除了被動就覺得失效 這樣子 好 另外一個是 衣著的 五尊神令 物防 氣血加5% 遭受攻擊對戰中 自身免傷提高20% 那 大部分的視頻就是這樣子 因為免傷20%真的很多 而且李逍遙適合帶這種免傷的 因為李逍氣血真的很低 其實不高 然後再來 腰部 帶刺濱普度 法方 氣血各加5% 遭受遠程攻擊對戰前 驅散自身一個有害狀態 然後再來是 優毒王洗 那基本上 我覺得俠客 基本上都可以帶優毒王洗 物攻加5% 移動力加1 那就是 再加上他的天賦 本來就有最先萬元部 移動力加1 那基本上他就可以走兩個 多走兩個 OK 那李逍遙這隻角色 到底值不值得練呢 我在這邊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練 真的可以練 把李逍遙練起來 你不會後悔的 你絕對不會後悔 好不好 那以上的點法跟技能搭配呢 簡工參考 玩法有很多種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晚安 掰掰